夜里头的最新在花莲石梯平这边发生了一起游览车翻覆的意外 这辆游览车可能因为天雨路滑结果意外翻覆了 当时车上有35位大陆观光客 其中两名路客受伤比较严重 另外还有15个人受到轻伤 游览车翻覆在台11线的花莲石梯平渔港路段 傍晚4点多这辆载着北京旅游团的游览车沿着台11线北上 当时正准备前往花莲却疑似因为东海岸出现大雨 路况不佳在车道上翻覆 因为这条路都有点就是有点晃嘛 它路没有很平 然后就是那边稍微过弯的时候 下午心的屁 第一时间只能赶快救人 而车上路客也信有余悸 说还好当时车速不快 就是百游路上有好多泥 司机可能点了点刹车 车速会很快吗 车速不快 不是很快 不是很快 打滑就对了 打滑如果很快的话 我们应该不是这种状况 35名旅客当中有一男一女 因为伤势较重被转往 鼠立花莲医院救治 另外还有15个人受到轻伤 目前旅行社跟观光局的人员 也都已经赶到花莲 要协助旅客处理善后 我们就会参照才能找到